黄金舞台 好精彩 请登下 黄金舞台 100秒倒计时开始 许基斯 倒退 刮刮 本次作词 莫冲第一一 世界自然会发光 有梦想就灿烂绽放 青光山山 青光山山 舞台山山阳 这就是你的出场 请你善良登场 下方要眼光芒 青光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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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山山亮 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 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碰出精彩 吃金子 总会发光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 爆竹声中 辞就碎 梅花香里 爆新春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至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两位主持人 以及我们现场二十位黄金观众 代表我们黄金一百秒栏目组 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送上祝福 祝大家 青春快乐 过年真开心 当然了 过年一定要有氛围 必须的 要有好的音乐 再歌再舞 今天帆哥把家里的老款的录音机 拿来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录音机 我轻易是不拿出来的 每年过年拿出来一次 是这样吗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四种不同的曲艺形式 我们今天这一期记忆的旋律啊 就是将这个传统的曲艺和时代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就让我们用曲艺度新春欢乐过大年 聆听第一段旋律 这个买不走 汪千兴 今天来了汪锦龙 这个朋友们 你来点掌声 行不行 这个有情年 有老年 你看看 这个还有女了 还有男 唱了大家 小凯燕 你们的脸上四米天 此就有情 又一年 我想给大家拜个年 这个过去年 谁人呢 放眼花 放鞭炮 这个大人小孩都想笑 谢谢 让我们欢迎王金龙 欢迎 谢谢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金龙 我来自河南商丘 演唱的这个表演情人呢 叫莲花唠 它在我们的地方呢 是一个地方取小调 但我想问你 学了几年了 学了十年了吗 可以啊 老艺人了 年轻的老艺人 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 喜不喜欢 来 请投票 出印象 96分 可以啊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呢 莲花唠 这门艺术呢 我觉得它的经验很重要 对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线挂 和他们台上台下 这样的表演的状态 经历都有关系 是 是 真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 命什么题 他就能跟你唱出来什么那种 这是莲花唠的一个特色吧 它和这个传统的说书的节目 有点不一样 因为以前的说书都是成篇大论吧 都是唱一些以前的故事了 一些的段子了 莲花唠呢就不可以 莲花唠呢 它的最大的表演形式 就是可以激性发挥 好 咱们就现场即兴夸一夸吧 可以 没问题 妮娜可以点一点 咱们现场观众 你让他夸谁 我看一看啊 随便 你就指 你看着谁指谁 行 那不犹豫了 就那位大哥吧 你稍稍给点个人信息 贵姓 老师 我叫高向前 等会儿 叫什么高 高向前 高向前 对 我是老家是甘肃省里现在 好 说那么细啊 对 就是甘肃人 好 然后做什么工作 然后就是在 现在在北京一个酒店里面 酒店我记得在后面做管理工作 对吧 后勤的 后勤 好 来 我给你来一点吧 好吧 好 这个汪锦龙把花燕 见到了个帅哥 高向前 我天哪 我真帅哥了 这个高向前 你吃雷胖 你看都是油腹的样 油腹的样 真油腹 你看看这个将军肚子吃雷糊 这个你看看 这位帅哥 真方便 现在你就干酒店 这个你看看 这位帅哥整油腹 你看看这个梁哥大腿一盘腹啊 好 好 谢谢 哎呀 哎呀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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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的机性 他这大过年也把我这一跨 我都敲上天了 我感觉呢 我这下就好像死都不得了了 谢谢 谢谢 真棒啊 对啊 真的很厉害啊 我还稍稍怀疑了一点 我说23岁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对 看来基础非常好 学的这个基本功也非常扎实 对 我请教一下 比如说刚才这个现场 这个现挂 看见谁说谁 这是已经形成思维定势了 还是在你说这一句的时候 其实脑子在想下一句 要编什么词儿 就是杨诺一种习惯了嘛 你看你吧 王景龙游园馆 见到哥哥叫杨凡 杨凡哥 抚一碗 你的模样晒天下 所以你夸我 这些话都是不走心的 对吧 套 套的那个模式 其实我是非常崇拜你知道吗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看谁都这么夸 所以我就想了 我一定要给我的杨凡哥唱一段 好 那你接着得好好唱一唱 好不好 可以 好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这缺什么吗 有时站到舞台上 是缺乏自信 啊 台里优秀主持人态 来一段话 这个杨凡哥 不用问 现在你就缺自信哈 这个杨凡哥 听我说 这个自信千万不能缺 这个俺那个哥 张伦帅 这个多少观众把你干 你那个节目主持的好 咱全国人民都知道 还得你把自信找 你看俺个长多好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厉害 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23了 23了你不应该是跟别人一样 唱说唱啊 跳街舞啊 不应该这样吗 这莲花烙怎么就接触上了呢 因为呢我从小呢 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我的父母都出去打工去了 经常这个农村庙会上 有唱戏的 有说书的 有这个唱莲花烙的 他们经常去带我去听 然后呢听着听着听着 慢慢地就喜欢上了 喜欢 所以从小你生活的那个环境 小时候家乡有这样的氛围 爷爷奶奶比较喜欢 但是我说年轻的朋友嘛 这个也好玩嘛 外面也会有很多这个年轻人 喜欢的新鲜事物 但是他下心来学 我觉得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 是你自己比较喜欢 还是家里边给你的压力 会比较大一些 我是自己非常喜欢 家里边人是极力反对 因为在我们玉东这块地方呢 这个人的那个死乡 是比较老串通嘛 他认为呢 这个一个年轻人呢 你应该从事一个正当的行业 或者你学个气球 你不应该去学习这本艺术 他说我在学校里边 每天我就是挺得很肉迷了嘛 上课也唱 下课也唱 每天都在唱 那时候我搁到我们班里边 学习还算很不错嘞 这个后来呢 天天唱课也不停了 这个考试成绩一下就花了 就花下来了 然后呢这个老师就 就给我父亲打电话了 他说这个锦龙啊 平时在学校里边表现挺好的呀 最近这么这个状态 这么这么差的 然后我的父亲就找我谈话 他说你平时在学校里边 学习挺好的 你随你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早恋了 你是不是上网吧 玩游戏了 我说不是 我想学练华老 他说啥叫练华老 我就是咱们这个郁董 说书长戏 他说这个坚决不行 然后呢他就把我送到了 浙江去学气球 真学了一段气球啊 对 学气球呢 我这个奔神非常不喜欢 我还是想着唱炼华老 学气球的时候用签字 瞧着也唱 这个非常忠逆 在那学了有两个月 假人不知道 然后就瞒着他们 就上山东 去找了一位老爷人 去学了一下炼华老 回去之后就让铁都气回来 老爸他不理解 然后呢没办法 我就上我姐姐家去 住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父子关系 闹得那么僵 对 我觉得可能了解 莲花老这门艺术的朋友 会明白金龙 说这段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因为这种曲艺形式啊 在过去是比较接地气的 如今这个时代 它已经是一种 艺术形式的存在了 对对对 你能够坚持下来 还真不容易啊 是 身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啊 就是喜欢 就是热爱 金龙他现在也带动着 一大批和他们一样的 这样的从事这门艺术的表演者 他们在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舞台在创新表演 要把这门艺术再发扬光大 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而且其中包括大量的年轻观众 对对对 为什么来到我们 黄金100秒的舞台 我想给一直支持我 和一直陪伴我的朋友 来这里证明一下 使金子突然发光的 接下来的100秒 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的机会 行 好 好吗 好 因为你实在太能说了 我就不留你了 你既然有这个现挂的能力嘛 对吧 这拉票你肯定和别人也不一样 我给你30秒钟拉票 你想想 我就是说一下 我也不去变了 你又变不出来的时候 明白明白明白 变一段好吧 来 这个杨帆哥 你别笑我唱段 不一样的连环了 加入元素实在多 听我给你慢慢说 加入了河南队子还有亲属 让你这个挺了很满足 挺了之后还得见 下面一定多投票啊 加入 对 好好好 加油 好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精彩人生 一般表 计时开始 开始 拉嘴红 笑盈盈 今天赖了黄金路 今天心情很激动 开下坐着个好观众啊 大家一定的让我赢 往后都有个好心情 要不算推不腾 那个坐生意来买买红啊 中阳三朝九十号 半个黄金一百秒 共同书生大舞台 只要这油菜你就来啊 不费老友难和鱼 生死万全靠菜 其道黄金一百秒 都是顾掌鸾叫好哈 赢得平台大奖送 平台帮你来圆梦 节目人人都爱看 你看看 你瞧不看犯难呀 尽隆畅聊一头哈 朋友们你来点掌声 重 重点 谢谢大家 谢谢金龙的表演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现场的黄金观众 为他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模型又好听 喜欢感觉好接地气 一般人还真唱不出来这个味儿 创新的很有意思 已经可以跟着他一起唱了 口才真好 前途五亮啊 充满阳光 充满活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一样成功 谢谢大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曲艺度新春 欢乐过大年 聆听下一段旋律 聆听下一段旋律 是黄金100秒 让我们掌声欢迎江南运组合 各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超新闻的 除非观众朋友们这期里我要开启 看看是acker的 黑净 现在我们两个人也能赖 吃个网金一般面 身体相比非常开心 热彩的 令你 大概听懂了 黄金100秒 来到黄金100秒 然后欢迎大家到我们那里去喝喝茶 听听平坛 对 我叫陈海娟 海娟 我叫陈浩华 我们是来自江苏南通启东的 两位都是职业的平坛演员 是的 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苏州平坛 来 请坐 两位姑娘 听到你们这个平坛的表演 我的感觉我的声音都变得温柔 怎么样 妮娜 喜欢这样的艺术形式 特别喜欢 但是我们现在茶还没到位呢 上了就喝是吗 不着急 咱们先看看现场的朋友 好 喜不喜欢这样的江南平坛 出印象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95票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 刚才那个曲子很火的 是电影《精灵十三拆》里面的一个选段 对 是一个改编 对吗 对 这是一首我们江苏的民歌 无锡进来改编的 那么在我们当地呢 这一首也是具有江南特色风格的一种小调 所以平坛就是这个加这个乐器 两个加在一起叫平坛吗 其实呢平坛呢是有说 血 弹 唱 演 弹唱呢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平坛当中有非常多的曲调 比如说有张调 余调 讲调等等 在书目里面呢 它是起到进场的作用 就是说一听平坛啊 大家安静下来 静静地听 所以又叫平坛开篇 对 那我们传统的平坛是怎么样的 您可以听一句 假如我们现在来到了那个苏州的平江路 或者是山塘街的茶馆 我们听上一曲流传已久的苏州平坛 来到茶馆了 再泡上一杯清香的地罗春 边喝茶 边听听传统平坛 好嘞 谢服务员 这儿 帮我小沸解一下 好嘞 谢服务员 这儿 是不是很熟悉啊 好惬意 曲调很熟 如果把它翻译成普通话唱呢 有尝试过吗 味道不一样 对 因为我觉得地方性太强 想欣赏其实挺难的 对 是有这样的 但是把这个翻译成普通话来唱的话 就没那个味道了 是的 苏州平呢 它的特色主要就是用当地的方言 无语来演唱 所以翻译成普通话 可能外地的朋友高兴了 但是本地的朋友又不接受 对 对 对 就是原汁原味的就少 很好 我问一下 为什么二位这次来我们的黄金一百秒呢 因为听了我们平坛呢 就是江浙湖的 就是可能听得多一些 我想把我们平坛能发扬光大 我觉得我是有责任有担当的 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 您登台之前给自己拉拉票 就唱一首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民歌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精彩花絮 全面上线 扫描平衡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节目的优势型号 精彩花絮 敬请期待 黄金舞台精彩人生 100秒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 ком拓却 荣先生 看大家 你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点滴滴 梦里有花 梦里有青草变 好 感谢我们的选手带来的表演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弹的诗情画意 唱出温婉柔情 瞬间把我们带去了江南 青瓦白墙好美 太好听了烟雨江南的画面感 一下子就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黄金弹幕请升起 按下黄金宝箱 挑战成功 祝恨你们 谢谢 继续加油 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曲艺度新春 欢乐过大年 聆听下一段旋律 金牛瓷就碎 银虎送春归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春节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黄金100秒 春节特别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李明志 今天由我来主持 下个节目 必须得多鼓掌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个节目 是喜闻乐见的相声 接下来有请相声演员 修明妍 过来啊 咱俩一块呀 一呀 我是主持人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行 别装了 各位 太有点说相声了 各位 好不容易当回主持人 还让你给看出来了 在那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我觉得我就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对不对 谢谢大家 那也得说相声 还得说相声 当然了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给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明志 我是修明妍 上台 居目 掌声欢迎二位 欢迎 黄金一百秒 可能这是我们俩 最后一次搭档主持了 后续的主持人选 已经选好了 像是演员一出场 还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 其实也打破自己的常规表演 这样出印象的一百秒 大家喜不喜欢 先用你们的投票 来回答我们 好不好 来 3 2 1 请投票 谢谢大家 97分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加分 厉害啊 恭喜 谢谢 当然对于两位来讲 也是比较成熟的相声演员了 想问一下两位 是几岁开始接触相声 我是属于半路出家 26岁开始接触相声 到现在学了十年的相声 名言呢 我是27岁 27岁 也说了十多年了 12年吧 学相声难吗 学相声这个门槛比较低 只要会说话 拿着台词念 就可以说相声 都有气候 但是一旦迈过这个门槛 才发现这个山特别高 是 相声员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相声员就是肚 杂货铺 都得会 无不知 不行通 天文地理 什么都得知道 而且我们现在说了十年相声 对这个舞台更加的敬畏了 就不敢登台了 害怕了 这个怎么讲呢 作为相声演员啊 是欲叫欲乐 传播知识 刚开始我们就是说笑话 您乐了就行了 现在的观众不一样 我得相信你说的东西了 所以对于我们相声演员来说 要求的就更高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相声演员选搭档是怎么选的 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吧 就我跟番哥一看就是强强联合 就是指定分配你们俩一起搭档 相声演员找搭档啊 比找媳妇都难 比夫妻都难 他们两个人呢 要朝夕相处 可以这么讲 因为早上起来我们要对词 晚上要演出 演出完了以后都十点多 十一点才回到家 回到家老婆孩子呢 只能站到六个小时八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得见面 又得对台词 所以找一个这样的好搭档很难 我觉得相声演员 特别是相声的搭档 真是彼此成就 很难说就是某一个人 在台上被大家记住 一定是两个人的配合 对 共同的表演被大家喜欢 被大家记住 对 因为我知道相声这种艺术门类 它最早就是那种面对面 对 那种叫什么撂地表演 对 最早的相声就是撂地演出 撂冥蒂 大街上人来人往 在马路上随便拿白沙撒字 一边写字一边唱 对 主要的目的就是吸引路边的行人 围观上来 招展观众 当人围上来以后 他怎么知道人围上来呢 怎么看 用眼睛看脚丫子 熟脚 不能抬头 不能仰头 一抬头他就分神了 明白了 所以他就一边写字一边唱 一边写字一边唱 人围上来以后 然后他再说 各位老几位 给大家说一段 拜一拜 里多人不怪 到了江湖上 大家没有君子 不养一人 希望大家掌声多鼓励 谢谢各位 当然实在发展的不同啊 就是在这个相声这边艺术 可能更需要大的舞台 去展现去传播 但是其实回归本质 它是一种交流的艺术 它是一种互动的艺术 对 实际上表演起来难吗 非常难 比剧场要难 因为剧场你观众是买门票进来的 你说的不好 他舍不得走 我花着钱进来了 我可能下一个会好一点 对 但这个料地不是 我们不收钱 没有收钱的环节 就是你说的好 就围着 真有两三百人在那听 你说的不好 说的不好 转头就走 你前面那个 那两个说挺好的 观众都挺欢迎 你一上去说的不好 转身就走 很丢人 我觉得料地儿这个形式 其实今天可以在咱们黄金舞台上呈现一下 而且我觉得也让我们两位演员找找感觉好不好 也让大家电视机前没看过料地儿表演的朋友了解一下 请两边第一排的观众马上来 咱们登上舞台 好好好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这是一条东西巷的大马路 人来人往 他呢 在这前面有张桌子 在这说 咱们呢围上来了 我就钻在人群后头 其实我们两个人呢 是一伙的 都是演员 明白了吧 踏一拍桌子 南南南道德选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老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废 舌尖 今天呢我给个老几位说一段 你来这这什么的 这乐味儿这个 看相声 说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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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饭吗 不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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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 不管饭 别别别别 不管饭我们管乐 哦 管乐 您乐 哦 您这又骂豪说 我们能说呀 说学都唱我们都行啊 你说个猫哈子 我们能说个热口令 你说热口令 跑着呢 说热口令有什么难的呀 我们都可以说热口令啊 我说你就说不上来 你说一个我就说不上来 我说你就说不上来 我说一个他就说不上来 听着啊 你说一个 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的老头 手里煮着蹦白的白鬼半棍 是有吗 奶奶 就这个就要钱 来一个 我说一个 到南边来了个白头的老虎 是不是老头 白头的老头 白胡的老头 老头老头 他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 那个蹦 蹦起来给你一棍 我招他了我 你打我干嘛 不对吗 蹦白的白鬼半棍 打南边来了个你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啊 你汗都下来了 你都着急了 打南边来了 你说明白不明白我们走了 行了行了行了 走了走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啊 谢谢大家 走了都走了 都走了 但是这么听相声的感觉好像和距离远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就把我们都拉进去了 其实我们感觉到这里头还有我的事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都是大家的功劳 今天上台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这个料地的互动 其实这是相声演员啊 他们练很多技术的一个基础 但是接下来 其实他们要挑战的是一个更高的一个难度 就是我们的黄金舞台 倒不是说捧我们自己的舞台啊 这舞台其实不大 对 第一个它离我们观众它远 太远 互动起来有难度 第二个不可能 啥相声段子 你说100秒把大家都笑 对不对 谢谢杨老师理解我们 理解 相声都是铺平电吻 听进去才能够逗大家开心 有代入感 我本无心说笑话 实际呢 怎知笑话逼人来 对 这样才行 100秒能够把大家逗乐了 真的很趁练功夫 不容易 所以说今天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对 那就让他们再拉拉票 让我们修老师给大家上彩 打主板点对点 我们哥俩今天来这漏点点 希望您给我们鼓励多一点 掌声再能多一点 我谢谢大家了 下面再请明智给您说一点 此时此刻 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 听着难忘经销熟悉的旋律 又到了我们拉票的环节 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 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我们吧 谢谢 又来了 二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下载央视频客户专 打开文艺频道页 往期内容随时看 幕后花语抢先知 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 同时登录央制文艺客户专 参与节目的特别提供 黄金舞台 精彩人生 100秒计时开始 感谢您各位热情的掌声 哪有掌声啊 谢谢大家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说学都唱 我这个搭帐他就特别喜欢唱 没错 有事没事了就好哼哼 吃饱了 他也爱哼哼 哼哼哼歌 对 爱唱歌 对喽 平时他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看见什么就唱什么 见景生情 上一次我们到内蒙演出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徐老师看见草原张嘴就唱上了 怎么唱的 火轮被黑眼耳大桃圆 唱啊 就会一句 那显摆什么呀 唱完了草原 天空中飞来一行燕 可以 徐老师给燕又唱了一首 这会怎么唱 行好燕子 不不不不不 红燕 有道理 对了 红燕子 没问题什么颜色 红燕的歌 红燕的歌 我不会 你别喝了 还是你会的多 对了 唱完歌了以后回到了帐篷 大家一块吃肉喝酒 进来一只牧羊犬 休老师对着狗是情有独钟 喜欢狗 家里边养了三条狗 个头都边边起一样大 差不多 松狮 荡熬 鸡娃娃 这鸡娃娃是饲料 也有红是早餐 没听说过 给这狗唱一首吧 怎么唱的 我有一头小猫里 我从来也不起 嘿嘿 别嘿嘿了 谢谢明智明言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那接下来 有请我们现场的朋友 就他们刚才的 一百秒的相声小段 进行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投票结束 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说得好 感觉时间再长一点就好了 但是听起来是意犹为尽 艺术源于生活 有意思 捧根很有戏感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最终的结果 黄金弹幕请升起 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一 二 三 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真是不容易啊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谢谢今次怎么发光 加油 谢谢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 用曲艺度新春 欢乐 过大年 聆听下一段旋律 谢谢 谢谢 正月里四新年啦 也有为 没有啊我去百年啦 我为 今哪你啊说 你呀你啊说 那阳琼啊教室 烧着那锅啊 烧着那锅 没有啊要过火 四那锅啦推我嘛 请啊 咱们推过火热 永远 继续掌声欢迎陈鹤 欢迎 好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北咸宁的陈鹤 那么同时也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铁片大鼓的第四代传承人 陈鹤表现得怎么样 来 现场宝金观众 请投票 92分 恭喜获得了额外的5分 那这个开场表演 等于没有拿出您的绝活来吗 没有 没有 因为铁片大鼓是 咱们北京的曲种 我刚才要唱的是 南方的民歌 所以来到北京 参加黄金100秒 对 先保留一下 对 对 对 很谦虚 但是带了吗 铁片大鼓 带了 带了 我看资料上面显示 陈鹤曾经在北京歌剧舞剧院 是一名优秀的民歌歌手 对吗 可以这么说吧 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跟曲艺结缘是这样的 因为我本身是大学专业 是学音乐的 是声乐表演 民歌方向 然后呢 毕业之后呢 我就作为北京歌剧舞剧院的外景演员 然后那会儿呢 北京曲艺团是跟北京歌剧舞剧院合并在一起的 然后我在演出民歌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我的老师 也是第三代传承人 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的铁片大鼓别人艺术家 王淑玲老师 王老师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长期的好几年 就是他看我唱民歌 然后我听他唱铁片大鼓 然后我就被他这个艺术给吸引了 后来就拜在他的门下了 哦 那这个学习铁片大鼓最难的是什么呀 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讲的话 学习和继承北方的曲种 而且你要很好的原汁原味地给他表达 表现出来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特别难 首先语言观 哦 语言观怎么说 我们南方人是 呢呢不分 哦 没有儿化音 那这儿化怎么练呢 也不是想学就能学会吧 哎呀天哪 这个我学儿化音的时候 不是说我快疯了吧 我是我快把我师父给整疯了 那比如说我原来说 小孩小懒我都出不来 我要么就说 小孩 要么就是小孩鹅 哦 真的是 我有福建的朋友就长 这个对于南方人来讲 是很难的 所以他这个儿化 虽然有一定的规律 但是更多的是 民间的一种约定俗成 对 过去很多这个 咱们民族文化艺术 这些瑰宝啊 它创作于那个时代 对 当然那些传统的唱歌 我们要继承要学会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 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创新 是的 我们在原来的传统段子的基础上面 我们会加入很多新鲜的元素 经济元素 吸取元素 打击乐 原来大家可能印象当中 鼓曲演员就是穿个旗袍 打个大鼓 然后呢旁边三个乐是一个单衔 弹着 就显得很单调 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有哪些变化 特别大的变化 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们做了一台非常重磅的一个创新演唱会 对 它的特色是 特色是我们包含了七个曲种 全是跟六十人的超大边民族管弦乐队合作 对 今天想想这个正式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创新 对 说回来很多过去这种传统的这些曲艺的形式 露天的表演的 小场表演的会很多 他突然进到了大的音乐厅里面去表演 和这样的民族管弦乐团合作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 今天我们还真找到了陈鹤当年合作的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看了那个其实我还挺兴奋的 因为我们过去很多这些传统的曲艺形式 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改变 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创新的时尚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继承它 这个是我们的初衷 那接下来就准备挑战了 临登台之前 给你十秒钟的拉票时间 请准备 其实上午来到黄金一百门的舞台 就一个目的特别简单 这个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片大鼓 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它并继承它 希望大家能够让我梦想成真 好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舞台 精彩人声 一般表即时开启 天地那个舞台呀 大喜唱啦 英雄那个美人呀 聚一堂啊 那一日台上啊 忽然间就乱了头啊 来了个亲穷啊 大战那观云场 一台白买酒啊 登上了青阳港啦 王朝军出塞呀 王朝军出塞呀 开尽了高老庄 猪把借雷张骨啊 吓坏了两红鱼狼 两贵非败吹柳 他嫁给了五大郎啊 嫁给了五大郎啊 嫁给了五大郎 这就是喜说古人一段长啊 我愿你开怀一笑 精神焕发 亲切上身 灼气下降 身体永健康 谢谢陈赫的表演 那接下来 有请咱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为他投票 投票结束 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优雅美丽好听 支持 唱起铁片大鼓完全变了样子 原来这就是铁片大鼓 铭歌手的曲艺峰 这个表演值得等待 最好的都留在一百秒了 完全忘记他还是铭歌手 铭歌唱得好 大鼓唱得更好 好听 韵味十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成绩 黄金大幕 请升起 我们再把这个鼓拿上了 您再给我们讲讲 像铁片大鼓 它原来有很多别名 就是有叫粗溜大鼓 也有叫平鼓大鼓 对 后来呢 因为我们是手拿铁片 击打 节奏 然后呢 就叫铁片大鼓 所以这种表演形式 基本算是一心三用 对 左手有个节奏 然后对 右手敲鼓 然后还有唱 对 然后唱还有呢 就是有声段 传统的表演形式 一般也是旁边 会有一些乐手 对 乐手 然后是传统的伴奏是三大剑 那刚才我们这一百秒 它创新之初 对 创新的是在那个原来传统的 曲调的基础上面 它加入了现代的电声乐队 它加入了比如说电吉他啊 这样子鼓啊 它这些都有加入 就是说使他变得更加的时尚化 年轻化 对 但是又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样的唱腔 对 很好 接下来就揭晓答案了 开箱 来 来唱我们的黄金宝箱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的新年礼物 希望继续加油 在新的一年 能够在你的表演的行列当中 能够再创新的成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再见 中国曲艺渊源千年 一段段经典的旋律 不仅是从今美好的回忆 更是现在我们珍惜的艺术瑰宝 其实很高兴啊 在我们传统的新春佳节 我们黄金一百秒的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导演有这样的设计 因为总觉得过我们的传统佳节的时候 没有我们这些传统的艺术陪伴 好像缺了一点年味 对 所以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也大胆地进行了一下尝试 将我们各个传统的艺术门类呢 选择其中几样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秒的展示的时间 但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 让大家更多地感受到我们传统 民族 音乐 或者民族曲艺的魅力 没错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进行挑战 再次祝大家新春 快乐 节目的最后 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 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唱出精彩 去金子 走会发光 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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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比如说见到我们这么漂亮的米娜姐姐 这一段也能唱呀 我看看老师是个漂亮人 谁上喘个恋意去 黄金一般苗可能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搭档主持了 你没听出来刚才的曲子吗 我听出来了 小白娘是吗 哈哈哈哈 先喝茶 咱们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那个四个平台 老北京说 王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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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号是 套吃 套吃 特加儿话唱 八月里的秋风 中海 如果没儿怕 中海 中海